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這個 金城實理錦繡的序號禮包碼 我們首先點擊左上角的人物頭像 然後再點擊右下角這邊有這個設置 然後左邊數來第二個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兌換碼 然後我們輸入我們第一個兌換碼 HEHEBE然後3LB HEHEBE3LB 這個到9月20號而已喔 兌換 獲得這個招募令還有一些奪寶券 還有一些碎片 然後下面這個呢是這個 LOVE99 LOVE99兌換 然後這個親密禮包大的三個 還有一串銅錢10個 然後下面這個呢是POR 然後減號 然後下面的這個長的 然後再一個減號 這樣兌換 得到兩個奪寶券 兩個簽密禮包小的 五個一串銅錢跟 四個屬性閃 然後接著呢最後一個呢是這個 NONEY 然後減號3-0 NONEY-3-0 兌換 一樣有這個兩個奪寶券 10個一串銅錢跟1000個木材 還有這個屬性閃四個 那麼現在呢繼續來打我們這個主線劇情一隻石 你看看這個 出門一趟 劍一群少女激動的 羽狼 羽狼是誰 追星 上官木與公子 公子天下第一 跟隨人流 摔倒了 好 沒事吧 沒事吧 是誰 誇張誒 鹿鹽 精緻漂亮的羽狂 我 長得比名聲還漂亮 清涼惋惜 自戀狂加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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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要被打了 竟然 上官木與 喔 就這 木銀有些怪異 這個人是吃醋了是不是 保鏢 我回到了這個家 回到以往的這個模式 好 等級提升到五級 領取一隻式的通關寶箱 然後接下來呢 京都商界以展露頭角 可以提升這個商界的身份 我們成功提升到京都行五嗎 還是行假 領取一下這個獎勵 接著通關劇情一支舞 開一張慶典後 彩繡房收益穩中有掌 彩繡房的生意突然冷清下來 唉唷 是不是有人 在那邊 國色天香啊 要便宜 明目張得很抄襲啊 獨家最新款 還獨家咧 挑竊賊罷了 我 開口反擊 國色天香百年傳承 被抄襲了 唉 做賊的喊抓賊啊 真的是太過分了 OK 前進 哇塞 這個那麼兇狠 直接一巴掌 把它打爆 收集建議 下面這個市場調研 這張呢 有客人吃的飯 嘔吐不止怎麼樣 這什麼 高概率 送他去醫院當然是比較好 接下來是幫助乞丐 幫助乞丐我還拿到錢 好 來推廣一下 接著最後一個是這個BOSS 勁敵出現 我們596打他們400 應該是輕鬆啊 巴掌直接士氣直接歸零 太嫩了 唉唷 唉唷 信… 信口污衊 嗯 拼奏出一個彩制 欸真的耶 看你咧 看你咧 見面之騎 唉唷 你是許氏喔 不能狂怒 哇哩咧 舒服啊 把這個抄襲狗 彩袖房生意火紅 不可以再開一個分店了 現在莫顏兩手空空走了過來 賣完了 開飯館 開飯館 自己開飯館 我們開了一個這個香滿樓 提升到等級6 新章節通過貨幣領取一之五的通關獎勵 我們可以買第二間店鋪香滿樓購買 然後為香滿樓招募員工 出去 招募這一點喔 通關主線 然後購買香滿樓 招募20個員工 將香滿樓提升至二級 擴建擴大閨蜜 擴建成功 領取 接著呢 新店勘張啊 還會騎馬 要買一個馬車 車馬行 購買一下這個瘋狂白龍鞠 這怎麼看起來那麼帥啊 這只要死個一臂喔 點擊這個夥伴劍欄 給他安排一匹馬 然後給他馬也要強化 掌握到五級 OK領取 配備住駕升級三次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京城實力錦秀的序號裡 有辦法分享及試玩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啦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